欢迎来到风华绝带 我是只分享好故事的嘉楠 感谢您的观看与订阅 资深媒体人周玉寇近日爆出 蒋万安的爸爸蒋笑颜当年 金华非文案女主角就是1988年 中国小姐冠军张淑娟 名嘴蔡玉珍也补充 从1999年金华饭店VIP订房主管的口中 确认当晚订房和张笑颜滚床单的女主角就是张淑娟 对此资深媒体人陈凤鑫23日上节目强调 23年前这新闻是她写的 她很确定女主角并不是张淑娟 陈凤鑫虽然跟张淑娟不认识 但她知道张淑娟不是女主角 她确定女主角是王姓女子 所谓的金华VIP订房经理也是胡说八道 陈凤鑫强调 当时王姓女子为了逼讲笑颜离婚 要取信党政高层 所以就把开房间的日期和时间讲得非常清楚 而这些来源都是来自女主角 所以她很肯定地说 女主角并不是张淑娟 陈凤鑫并指出 当年讲笑颜请辞秘书长 并没有女主角跳出来 女主角是从头到尾否认 所以这件事已伤害很多女人 而这件事最可恶的是 用伤害女人的方式 来吸引所有人的注意力 她最后强调 讲笑颜这段绯闻伤害最大的 其实是她老婆 子女 我们这个社会若要成为 凌驰女人的帮凶 那就继续谈吧 但是这件事并不是决定市场的一个话题 相反地呈现出来 这个社会有多么是血 不断地伤害女人 张淑娟今天也发声明澄清 只不时指控毁她明节 也破坏她多年的平静生活 以委托律师对周玉寇和媒体人蔡玉珍提告 她表示自己25岁当选中国小姐 至37岁结婚 期间没有闹过任何绯闻 媒体指涉 金华事件 时间点1999年12月5月 她当时在东森电视台主持节目 是公众人物 严谨自律 没有认字损清白的事 她病痛批周玉寇和蔡玉珍 在民事节目中和脸书 对她的不时指控空学来风 恶意栽赃 让她无法忍受 对此引发了台北市市长候选人蔣万安惊爆声势的话题 三立新闻网 独家取得资深媒体人黄青龙所写 门里还是门外 从蒋经国日记在探孝言声势 内容 书中曝光蒋孝言与张孝慈的身父 很有可能不是蒋经国 而是另有其人王继春 王继春是蒋经国建设新干男时期的患男伙伴与之交 但蒋经国却在王病逝11年后 于日记中写下 她 季春 生时曾与张姓女相识 未婚而生卵子 内容进报 牵动讲万安身事 2020年2月4日 笔者在美国史丹佛大学 湖佛档案馆翻阅讲经国日记 在其1954年10月30日的日记中 发现有以下记载 梦见网友继春 与其并坐于河边之大树下 虽未讲话 而梦中之所见 有如在生之时一样 醒后追念往事甚久 后安 继春 继于皆位于最知己之友 而今已先后死亡 继春为人忠厚 生性朴素 为以最难得之干部 他在生时曾与张姓女相识 未婚儿生卵子 当在桂林生产时 于曾带位在医院做宝人 后来竟有人误传此卵子 为于所出 后来张姓女并故 现此二还以时有余岁 为念网友之情 于人维持他们之生活 并望他们有如其父一样的忠心 为人群服务 日记的意思很清楚 直接否认张亚若所生双胞胎与他有关 完全颠覆一般人的认知 但日记写的是真的吗 继春又是谁 经查 继春乃蒋干男时期的部署王继春 曾任上游县县长 他是蒋经国建设大干男时的得力助手 也是有着共同理想的患男之交 蒋经国曾关心王继春单身未婚 不幸王继春患有肺病 因为家贫又未官清廉 没得不到好的医治 35岁就一年早逝 蒋经国为他举办盛大的追悼会 身泪俱下痛斥社会的腐败与黑暗 1943年3月王继春过世后 蒋经国对这位人生难得的知己人长留怀思 并不因时光流逝而遗忘 隔了八年 人在台湾的蒋经国又在梦中想起王继春 并于1954年10月30日的日记中 他梦见与王继春相见的得点 应当就是在干州附近的隆岭 蒋经国把王继春葬在隆岭 因为王继春生前曾说喜欢那里的优美与寂静 专文中提到 1941年蒋经国曾关心王继春仍然单身 劝他早点结婚 但王家境清寒 本身又有费疾 在目睹家中兄长过世给父亲和兄嫂带来莫大的拖累 为了不拖累别人 决定终身不娶 但他还是感谢蒋经国的关心 笑着回说 那就请专云留意 留意 至于蒋经国有没有介绍对象给王继春 专文中并没有提及 笔者翻查许多关于王继春生平的资料 都没有出现王继春曾和张亚若交往的记载 而当时蒋经国已经和张亚若陷入热恋 他再怎么关心王继春的终身大事 总不可能介绍自己心爱的女友给他 但是蒋经国却在1954年10月30日的日记中称 继春在生时曾与张姓女相识 未婚儿生卵子 这到底是未识吗 从诸多资料中得出的结论是 王继春虽是蒋经国的患男之交 但他不可能是双胞胎的身父 理由如下 一、王继春身家贫寒 一心只想报效国家 不幸的是身体瘦弱 然有肺病 因此也无意娶妻 蒋经国虽曾关心他人单身 但那恐怕只是关心而已 更不可能把张亚若介绍给王继春 二、从张 王两人出生背景来看 时髦年轻的张亚若不可能爱上家徒四壁的王继春 何况张亚若有娘家和婆家二十多口人要靠他养活 为了挑起这份重担 只有像蒋经国或郭李博这样的达官贵人 才能帮上忙给他接济照料 三、王继春两个哥哥早逝 家中只剩一位老妇 如果王继春有后 绝对是王妇莫大的安慰 没有道理去隐瞒 但王继春死后 蒋经国为他举办的追悼会上 却因为王继春无儿无女 而由年过七旬的老妇在林前带位搭理 可见蒋经国日记所谓王 生时曾与张姓女相识 未婚儿生鸾子 并非是时 那么蒋经国为何要在日记上造这个假呢? 笔者当时曾研判蒋否认张亚若所生鸾子与他有关 是因他正处于接班的敏感时期 担心婚外生子之事传入其父耳中 恐影响接班大事 才会在日记中否认其与张亚若的婚外情 并指着对双胞胎的生父是他的老部属王继春 不止笔者这么看 史丹佛大学胡佛档案馆东亚馆藏部主义 林孝廷在他的蒋经国的台湾时代书中 也任武林年代的蒋经国以居国民党权力接班梯队之灵 在内外政敌环似下 他绝无可能让早年这段婚外情 成为其政治事业更上层楼的阻碍 此外 小蒋也无法不考虑父亲蒋介石对此事的观感 因而必须时口否认他与张亚若这段往事 在日记里撒谎 因为当时蒋经国的处境很困难为了接班 所以在日记上撒谎 作者黄青龙曾就此当面询问蒋孝延先生的看法 他也猜测经国先生可能是要写给老总统看的 因为当时他的处境很困难 为了接班 政敌很多 内外局势交迫 他怕这件事会被人拿来做文章 所以就在日记上撒了一个白色的小谎 然而不论是笔者与林孝廷的推论或是蒋孝延先生的猜测 都必须基于一个前提才能成立即老蒋总统事先完全不知儿子婚外生子之事 但他真的都不知道吗 至少从以下两份资料来看 老蒋总统不但知道此事 而且早在1941年就已经知道了 在蒋孝延先生轻传出版的《蒋家门外的孩子》一书也记载 父亲在干州与母亲相知相爱之初 暂时瞒住了祖父 但祖父对1942年母亲远父桂林产下一对双胞胎的事 则知之甚详 父亲身旁有祖父的眼线是极自然的事 根本不是秘密 书中还提到 母亲曾要求父亲尽快将身怀蒋家骨肉仪式禀报祖父 并要求接纳 父亲于1941年10月为此专程前往仲庆 伺机做了禀报 返回桂林后 他非常兴奋的跟母亲说 祖父对整件事表示了解 而且很高兴又有了两个孙儿 并立即按照家谱牌被亲自取名 一个叫孝妍 一个叫孝慈 含义是一个孝顺父亲 一个孝顺母亲 因此笔者断言 蒋经国日记的记载并非事实 他造假 原因既不是为了向其父撒谎 因蒋介石对其婚外申子之事早已知晓 双胞胎也不是王继春所生 否则其家族后人不会毫不知情 当的与王继春有关的文献 也不至于全无交代 燃则蒋经国在日记上 造假 究竟所为何来 是否另有其他不为人知的隐情呢 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里了 如果您对本期视频有何感想或建议 欢迎在下方留言 如果喜欢本频道别忘了点击订阅 下期视频我们再会 下期视频